日日四乡公所昨晚接获卫生局的通报 所内一名员工的家人确诊 乡公所即刻展开应变措施 不仅今天各客室全部停班 同时也由清洁队全面大清销 并在上午以前由卫生所完成包含乡长 陈敬光在内71名员工的快筛 正常上班日日四乡公所却是大门深锁 门前掌帖告示 居家办公的乡长陈敬光 在电话访问中做说明 那昨天卫生所已经有先到 我们同仁的家里做快筛 那是阳性 所以今天早上 已送到玉璃中民医院做PCR 目前还没有确认 还没有出来 检验还没有出来 那公所昨天晚上就先做因应 那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现在是做这样的一个因应 那其他府外没有相关的部分 例如我们官农科 图书馆 幼儿园 我们的奇美物馆 各村办公室 没有相关足迹的部分 我们是正常的上班 瑞士乡公所从昨天晚间接获卫生局通报 一名员工家人确诊 由于事出突然 乡公所也紧急展开相关应变措施 除了所内及相邻的护证事务所与相待会周边环境 里里外外全面大行销 另外除了所外 包括农官客 乡托 及各村办 图书馆之外 其余客室 今天全部停班 卫生所通报 我们是要进行快筛 公所大楼内部的所有人员 大概70个人左右 因防疫时的瑞士乡公所部分客室停班一天 乡长陈进光 经营部表示 做好相关防疫减载措施的同时 象征业务也都正常运作推动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